韩庚接受娱乐现场专访 回首曾经不公平待遇一笑带过 你喜欢这一行吗 不能说什么事情都公平的事情 解约官司中过上难得好日子 现在跟妈妈时间也长了 还在等待解约官司最终结果的韩庚 日前到访娱乐现场大本营 聊起官司缠身的这段日子 韩庚不但没有像大家预料中那么困扰 反而小日子过得还挺有滋有味 大家好 大家好 韩庚当天到访娱乐现场时 已经是晚上九点多钟 不过他看起来精神气色都不错 从一月份提出与SM公司解约至今 有关于韩庚的消息层出不穷 但他本人却很少出来回应 所以韩庚当天开门见山 先汇报起了自己这段时间的生活 我现在就比较规律一些 就是早上 现在一般都是晚上到12点之前 肯定是睡觉了 但早上差不多就七八点钟就起床 但中午差不多吃完饭 休息半个小时或一个小时去健身 这样 健身回来再休息一两小时学英语 现在跟妈妈的时间也长 对啊 这些对普通人而言 再正常不过的作息时间 对韩庚来说 却是多年来渴望而不可及的 韩庚12岁离开家乡 只身到北京学习舞蹈 19岁通过选秀节目前往韩国 在SM公司经历两年多严酷的 唱歌跳舞声乐语言培训 2005年 21岁的韩庚作为唯一的中国成员 并且是第一位正式在韩国出道的中国人 韩庚下SM提出解约后 人们的焦点并没有放到这只 宏集一时的组合的前景上 而是更多地放到了韩庚在韩国 到底遭受了什么不公平的合约与待遇 其实韩庚的演艺征途颇为坎坷 因为韩国法律对外国艺人的限制和签证问题 韩庚最初在韩国只能上三个电视台 出镜率低 而且中间出现过长达八个月的空窗期 但是韩庚却以顽强的毅力停了下来 并且为了组合的整齐 冒着被驱逐出镜的危险 戴着面具参加了多次演出 不过对于这些经历 以及与SM公司的苛刻合约 韩庚当天却不太愿意过多提及 就是说不能说是不公平 怎么说你喜欢这一行吗 不能说什么事情都公平的事情 那我经历的说说戴面具啊等等等等 那你不经历这些东西 你不能有现在的你韩庚 以前那些经历 就对我以后要走路 有很多很多的帮助 作为一人多年的奔波 让韩庚在风光体面的同时 身体也落下了不少毛病 反正身体不是很好 尤其是胃 因为胃从出道以来一直到现在 神经性肠炎就很不好 神经性肠炎就是疲劳过度 还有压力过大 就会反 不管你吃什么东西 喝什么东西都会往回 反 这样 就很难受 那时间长不就是 其实身体就营养 对 营养就跟不上了 跟不上之后 其他的心内脏的 就开始慢慢的 不止很好 经常跟妈妈去医院 去看病 去中医 去喝中药 天天我妈逼着我 督处地喝中药 就这样 有时候我老忘 或者天天就 我一出门的话 他就给我带了一大袋的一些中药 妈妈不仅督促韩羹吃药 每天还会为韩羹精心准备饭菜 这段时间在养精蓄锐的同时 韩羹还在为再次付出 作者秘密的准备 因为以后 我还是希望说想做一个演员 在演艺这个道路上 这样慢慢走下去 前一段时间我是从美国回来的 在美国跟迈克尔吉克逊的编务老师 学了一段时间 学舞蹈 在美国学习 就是精修一下音乐 舞蹈 还有设计这一方面的一些东西 学习英语 练习舞蹈 锤炼演技 韩羹的一系列准备 似乎在计划着一次完美的付出 据了解 韩羹的解约官司 4月底就将见分晓 到底他为再次出发 是否做好了准备 到底他的歌技舞技有何进步呢 4月11号的第十届 猛牛酸酸乳音乐风云榜颂奖盛兴典上 韩羹带来的精彩表演 将为大家揭晓答案